《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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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耶稣》 《耶稣》 很想在這隻光碟 和你分享真實的醫治的見證 這些都是真人真事來的 他們真是經歷到耶稣的醫治 並且我都有他們的聯絡電話 耶稣是獨一的全能的真神 真的有很多證據證明耶稣是真神 在聖經裡面有很多的語言 這些語言在歷史不同的時間應驗 讓我們知道聖經是真神的說話 因為沒有人能夠一早預先知道將來會發生的事 聖經也有經歷性的證據 我們真可以經歷到耶稣的醫治 醫治我們的心靈、醫治我們的身體 以及耶稣在很多方面祝福我們 改變我們的生命 有時候當我們看到一些人在祈禱之後得到醫治 我們都很驚奇神的作為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神的作為 不是我們有什麼能力 而是神能夠醫治人 有一次有一個人來到我們的聚會 他說他十幾年每晚只是睡兩個小時 我們為他祈禱之後 第二晚的聚會我們就問 有沒有人昨晚的聚會裡面經歷到神的祝福 或者醫治呢 這個人就跑上台就說 他說我十幾年都是睡兩個小時 但我昨晚第一次睡八個小時 感謝主因為神的工作是很真實 神真的很愛我們 很關心我們 很滿有能力的 這些一切都是神的工作 不是人的工作 我們不能夠令人病得醫治 唯有耶稣能夠醫治人的疾病 連一切榮耀眾贊 都歸給天上的父 亦有一次有個媽媽和幼稚園的兒子 他告訴我 這個兒子有一年那麼久 他每晚咳差不多三個小時 這個媽媽非常擔心 有時聽到他咳 這個媽媽就會哭 他帶他看中醫、西醫 但始終這個病都不能夠好得回 他見到我的時候 我就為他們祈禱 祈禱之後 後來這個媽媽告訴我 他咳的病就完全好 即是說 神是不需要藥物 居然將這個一年的病 完全醫好 是中醫和西醫都醫不好的 讓我們看到 神是真的很關心我們 很有能力的 有一次有個媽媽來到我們的祈禱會 這個媽媽有十九年 有狂躁抑鬱症 自從她生了她兒子之後 她有產後抑鬱症 一路就變成狂躁抑鬱症 即是說她很容易發怒 又很容易低沉 很多時候都會想到想自殺 還有她一路都吃安眠藥 在嚴重的時候 有幾年她吃十粒安眠藥 才睡覺 然後睡到半夜的時候 她又再吃十粒安眠藥 你想想一個人 一晚居然吃二十粒安眠藥 還有她有十年沒有煮過飯 她說很累 心又累,身體又累 她就形容好像跟梳化連為一體 我們為祈禱之後 她馬上經歷到神的平安和喜樂 當她回家的時候 她感受好像天都光了 她忽然間有動力 她買菜煮飯 甚至走回家 因為她平時是搭的士出門 搭的士回家 她走回家煮飯 她覺得很驚奇 為何一個媽媽十年沒有煮過飯 忽然間會開始煮飯 神的工作就是這麼真實 這麼奇妙 其實在聖經裡面 也有說到 神是一個醫治的神 在舊的聖經 《以賽書》五十三章五節 那裡說 因耶穌受的鞭傷 我們得了醫治 原來耶穌為我們受苦 最主要是拯救我們 赦免我們的罪 但祂也為我們的病 而受苦 因為祂受的鞭傷 我們就得了醫治 在新的聖經 當耶穌差遣門徒 出去傳天國的福音的時候 祂就賜給他們 醫病趕鬼的拳兵 在《馬可福音十六章》裡說 信的人必有神職 除了他們 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人家神賜了這個應許給我們的 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也說到有醫病的恩賜 在《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 都有記載的人 在祈禱之後 祂的病是痊癒的 然後神是很關心我們 很想醫治我們的疾病 其實很多人 都會因為病 而很懼怕 或者很擔心 或者很影響祂的工作 在《三角時代》 我們都認識很英勇的張飛 有一次祂說 祂說我什麼都不怕的 但有一個人就說 你伸出你的手來吧 當他伸出他的手之後 這個人就在他手上寫一個字 寫這個字之後 張飛就很害怕馬上縮了手 這個字是什麼字呢 就是病字 原來一個怎麼英勇的人 都會怕病的 就算小病 好像發燒 感冒 都會令到我們很不方便 但也有些長期的病 很多人都覺得很困擾 譬如很多人 會有長期失眠 失眠的時候 也影響身體很多其他的問題 很多人都很想脫離這些疾病 所以是很想祝福我們 願意大家用一個開放的心 來看這個光碟 願神的恩典留在你身上